旅美好手張玉成 攜手哥哥張靜德 以及樂天投手王耀玲 一同跳著原住民舞蹈 宣告一年一度的關懷杯棒球賽 即將於11月19號 在台東展開第27屆的賽事 記者會現場幾位棒球好手 不只跳舞 更拿起弓箭 做起公益捐款 響應這場棒球盛世 我覺得現在以這種身分 是應該是說回饋吧 希望就是也有這次的關懷杯 然後每年的關懷杯 希望能夠我可以參加 然後就是在美國學到的東西 就去就是回饋基層 然後教他們學觀念 是關懷杯這個比賽 就是讓我們小時候 有機會參加比賽 然後又可以看到很多 職棒球員的明星這樣 然後他們又可以傳承 給我們他們的 球場上的經驗 讓我們更想就是圓夢這樣子 就是希望以後可以打職棒 或是旅美旅外這樣子 作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 基層賽事之一 現場三位球員 都曾在國小國中時 打過關懷杯 而除了張家兄弟 今年是首度以蔣氏身分回歸之外 已經當霸的王耀玲 更是從2016年開始 連續四年不曾缺席 其實我還滿有印象的 是17年我們打冠軍的時候 球隊很多人都去 就是員工旅遊嘛 然後我跟阿飛 林辰飛 就是選擇去花蓮 關懷杯 然後我覺得 這個才是我們 人家的員工理由 回饋其實是 當下是你最放鬆的時刻 然後你會去 每年去找回 就是那種童真感覺 一整年的壓力 或者是不愉快 就是看到小朋友的時候 真的會一切 就隨著時間去淡去 然後明年就重新出貝這樣 職棒選手們的投入 也讓關懷杯 在今年盛況空前 總計有49隊參賽 其中33隻少棒隊伍 更是創下歷史新高 也希望現役球員的傳承 能為小球員樹立好榜樣 讓台灣的棒球實力 越來越進步 外體新聞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